為何我現在這麼佳方莊呢? 因為我剛剛是出來跑步的 明明我看天氣預報它沒有下雨 但是跑一下呢? 下雨啊! 所以我就放棄了 都是跑了3.2kg 其實我開始冒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天氣冷 我跑一下喉嚨很冷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凍風 人沒什麼力了 先暫停 剛好跑到來就看到有間olive yarn 其實我有很多東西想買 進去看看 這間也挺大 雖然不是首爾 但有間這麼大的olive yarn 真的不錯 我自己也經常塗指甲油 所以在韓國我買很多指甲油 我經常會買這個品牌 今天有很多顏色都很漂亮 來行olive yarn 那就可以一次過看到有很多的牌子 韓國牌子 外國牌子 我喜歡行olive yarn lalafu la 那些多些 我就是想買cushion foundation 有很多選擇 有很多時間後 在olive yarn買了大概千多元 一千元左右 一千元左右 一千元不夠 應該是 買了些嗎 有m gun 還有護墊m gun 都挺貴的 我也是買一些有特價的 化妝品 其中我買了這個 H20s 這個粉底 那它就說那個遮瑕力很強 因為我覺得我也有很多東西要遮 那其實我現在就已經在用了 我就買了23號色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深色都ok的 但如果讓我多選一次 我可能會選淺一度 就是這樣的 好像很稠的cream狀態 它的保濕能力也挺好的 還有那個保濕狀 35000W 一個盒 再加上兩個review 3CE的碎粉 3CE呢 我其實就有用開它的眼影 之前也沒什麼留意這個牌子 但是原來它的眼影是非常上色的 那所以呢 就試一下它其他產品 這個其實也是因為我貪它便宜 這個碎粉 那平時呢 我自己就用開Dior這些 我也覺得很好用 那就試一下其他牌子 這一兩年大家都要戴口罩 那如果不上碎粉 不放一些乾粉上去 戴口罩就很容易脫妝了 那所以我也覺得要用碎粉 我也習慣是用碎粉的 另外也還買了這個粉底 不過我沒用過 這個其實我不太懂得讀 ASBUA 是不是ASBUA 如果懂得讀的請指證我 我就買了22號色的 這個不知道好不好用 如果之後覺得很好用 就跟大家做個review 然後 Wick Make的這支眼鏡 那我覺得挺好用 因為其實我現在都用著 不過我也是覺得這個顏色太過 好像太過深色了 因為我自己平時呢 都是習慣了化一些啡色系列的眼影 再配啡色的眼線 所以也買回一些啡色的眼線筆 這支試試試看 但我覺得這個顏色就好像深色了一點 它是這樣的 這些扭出來 那就很方便了 不用刨了 那我平時就用開什麼 眼線筆呢 我自己平時呢 就用開KIKO 4號 我已經用了很多支的了 現在又用回這些扭出來的 我覺得其實這樣扭出來的眼線筆 是更方便 因為它本身已經很幼 不用刨了 那這一支呢 我為什麼喜歡用它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都很防水 防油 那我臉經常都很油 它就很少掉 而且都算容易滑上去的 不過我覺得始終是有個缺點 就是好像這些圓骨狀的眼線筆 你一定要刨它 如果不刨 劃多幾滑 它就刨了 那刨了 就很難去勾劃 一些漂亮的眼線型出來 又要再刨它 而且始終都比較難控制 尤其是不夠尖的時候 所以我現在都想轉用 這些這樣扭出來的眼線筆 九千瓦 即是六十幾元 一支合理價錢 好了 接著又買了3CE的這一支 blur water tint 唇膏呢 我都不是說很注重 我本身的嘴咒不是說很缺色的 通常就塗一點色 再塗亮一點就算了 再加上現在經常都要戴口罩 你塗完什麼顏色都好 轉頭被口罩這樣蓋著 但是自己有心思想試一下這些Tint 剛剛一塗呢 我塗了一點點 嘩 它是很上色 不掉色的 它是啞面的 好 貪得意試一下 我覺得 但是其實我自己不太適合用 因為我嘴是經常都很乾 好像我荷包一樣 如果我用它 那我要之前打底 打底讓它很滋 我才可以再on top用這一支 那一支東西呢 就一萬五千萬 嗯 那我想都不用帶它出去 都不多 不用保釋的了 然後又是Wikmik的甲油 因為之前用過他們的甲油 我覺得都ok的 那其實很多女生都會去做水晶甲 那我自己呢 就因為比較懶 經常很不想出街那些 那如果要去指甲店那裡做 一來又要花費 就是起碼也要400元 是吧 駕車出去也要500元 那每兩三個星期又要去補一次 那我會覺得挺麻煩 所以呢 我就喜歡自己 塗指甲油 就比較化算的 其實買了這麼少東西 贈品 買了一個海綿 用來洗臉 最貴其實都是這兩個粉底 但為什麼都要一千元呢 好啦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大家記得按LIKE 分享 還有留言我下一條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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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